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 RNA聚合酶会识别基因并开始转入过程 转入过程中,RNA聚合酶会把DNA分子解旋,使DNA上的碱基暴露出来 游离的核糖核甘酸按照碱基互补配对原则,与DNA上的碱基通过轻件结合 并且在RNA聚合酶的作用下,新结合的核糖核甘酸连接到正在合成的mRNA分子上 RNA聚合酶移动,mRNA随之延长,直到中止子的位置,转入停止 之后,mRNA从DNA链上释放 在真核细胞内,从DNA链上释放的RNA,需要经过剪切和边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mRNA mRNA会从细胞核的核孔进入细胞质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